再來就是批次新增工作表與下載 我多了一個批次新增工作表與下載的程序 第一步是先把舊的刪掉 所以是call刪除舊的工作 反正有沒有舊的我先把它刪掉 再來的話把上面這一段程式 把它複製貼到底下 但是會多幾個地方 多一個地方就是說一個Y 剛剛只有取得X 取得X是它的名稱 就是它這個工作表的名稱 那取得Y是做什麼 Y是取得裡面的網址 可是問題來了 網址部分我要去下載 所以我這邊都沒有問題 就只有這一行是新的 還有這一行 call 股市下載 那剛剛我不是有單次的是股市下載 可是我後面多一個Y Y 那不是要傳東西給他嗎 沒錯 傳什麼東西給他呢 實際上 把剛剛這一行 剛剛這個股市下載 後面再加一個 傳遞 參數 把它抓過來 網址 網址 裡面的話你就放一個網址 那因為我傳遞給他的這個Y 裡面就是一個網址 所以傳給他之後的話呢 再把這個傳過來東西 修改哪裡呢 特別注意喔 關鍵就在這裡 UIL有沒有看到 實際上呢 這個UIL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一個網址嘛 所以請你把 雙引號到雙引號這個地方delete掉 加一個and 怎麼了 and網址 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把那個 雙引號到雙引號 改成一個網址 不過這個有點怪怪的 這個有個 底線 這個底線可以拿掉 看一下底線 底線拿掉 這樣也OK啦 所以做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各位可以參考的 就是在 這裡啦 其實這邊 我有把那個最後的畫面 截圖給各位看 更正一下 應該是UIL那個要拿 要保留 就是UIL 那個那個分號 然後在一個網址 Ctrl 字一下 應該是 這樣有沒有 應該是改 這個要留下來了 所以請你把這個地方 這樣子 然後再 空一格 and 網址 這樣子 沒問題 如果 各位如果有 不太清楚的話 我這邊都有 股市下載 網址 這個 OK 完成了 好 接下來試試看好了 應該知道我改什麼吧 我已經盡量的把它 簡化再簡化 所以 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增加這一個 跟增加這一個 然後 其他應該OK的 不過如果你沒有把握的話 就是設一個中斷點 這邊設一個中斷點 好 然後 第一個 先 XY XY X是水泥 Y是水泥個股的網址 然後新增一個水泥給他 再 call 這個Y就丟一個網址給他 對不對 然後丟過來這邊 就網址 去抓 沒問題 然後 看一下 這個 這個我印象中好像8跟9 9好像比較對 9 OK好 然後 下載 這個時候 沒錯有沒有 然後呢 因為 第一欄我不要 所以第一欄刪掉 自動調整欄寬 當然 如果將來 各位要怎麼樣 去變更 它的顏色 比如說漲疊有沒有 紅色綠色 自己再加 那個都沒問題 自己再加 因為這個時間的關係沒辦法細講 然後再 又回來對不對 換下一個 XY 再來一次 食品 食品的網址 所以以此類推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全部 就 自動 幫你下載下來了 當然如果說你不要更新 你就加一個 Application .ScreenUpdating 等於Force 有沒有 另外呢 剛剛不是有講過那個 Plexbar 如果你要讓Plexbar加上去的話 也沒問題 不過你要先弄個表單 然後把Plexbar加上去 那不過你的事件就要記得喔 你要寫在哪裡呢 你要寫在 那個 就要把Plexbar加上去 按下一個 按下一個